下午好我是阿海 我现在云南区境摘一区 之前有粉丝网友 让我帮他找面积比较大的地 价格比较便宜 这个地是400块钱一亩 一共有450亩 一共还有30多年才到期的 是私人租下来的 它里面有种了点树在里面 还有些地就在后面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里面还有房子 就是没有通水 没有通电的 水的话在山澳里面 这个地适合做光伏发电 因为刚好在一个山头 山头比较平 方言几公里以内 它有三项垫有变压器 可以拉电的 这个地里面它可以种植 蔬菜水果 然后露天的那些蔬菜都可以 我们现在前面这个山坡 它上面的是空地 都空了好多年 它现在里面有些种了果树 也在种一米在里面的 然后可以看看这周边 刚好在一个山头 这个山头是平整的 这边还有地 也是里面是种了一米 到上面那个山坡上面 然后到这个路下去了 我们再看看这个周边吧 那个远处会搭个球 我现在在这块山地里边 后面那个白色的房子 那个村子就有一公里 左右就可以拉电过来 如果拉电过来呢 到这个地也可以 反正它租金也低嘛 但是它可以转让的 转让的话 它是还有33年了 价格呢要面谈 前面这个另一小道 车就可以开进来 旁边呢是种了那个剖果树 刚好这边前面一栋房子在这里 旁边是石头箱的 外面就是外观是这样的 然后这边的地啊 侧面你看这边的是黄成这样的 这个土质是一点红红的 红地 适合种那个鲜花 刚好今天也带着 王爷过来这边看看吧 我们看看这个房子这边嘛 前面这个种地呢 它是栽了十多年了 这个树它是严岭的树 如果有人习叫这种树呢 也可以卖 也可以过来采的 但是采的话 也有那个采的镇 前面这边呢 这是果树 这个是杏树 杏树那个再过十多天 就可以吃了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房子吧 房子呢 就是前面这种 石头搭的 后面是那个砖房 这边还养了蜂蜜 怎么还有狗呢 会不会有狗 这个狗不说话 你看 我到这里 就趴在那里一动都不动的 它这里还种了点菜 我们看看这周边吧 这个房子侧边呢 你看就是这种石屋的 旁边没什么人 这边这些车可以开进来 然后到上面那个山坡那大片 加这个房子四周扩散 就是四百多亩 我们看看这个土质吧 土质到底是什么样的 刚好有网友希求呢 他要几百亩 可以做那个光芙发电的 这个地方 它就是在一个山头 四周都是比较平整的 还有那边 这边也可以种菜嘛 你看看这个土质 有些人会种了 足了这个种模艺 种药材 我们看一下土质颜色吧 因为一些种的东西 它土质要求的很高 就是一片红土地啊 含的矿物质会比较多 所以它是显示红色的土地 往那边山头呢 那边土地呢 就是一些灰灰的 灰土地 黑土地的 那边这边一片啊 只有两三种的土地的颜色 那边是安树 看看这个 它就是采了一些树吗 还有在里面 这个也是那种延林立化的树 叶子很细的 这个里面是种了模艺在里面 两边都种了艺米 虽然这个里面不同水 不同电 但是它种的这些 教材种艺米 哪怕种模艺 就长得非常好 应该土质是比较好的 所以是这种土质 它没有水上来 但是它这些泪菜的植物 你看树也是比较泪油油的 下面还种了艺米的 在这种 然后我们再绕一圈 给大家看看吧 这个面积是比较大 货车都能开到这边来 但是可以种那个露天的蔬菜 如果露天的蔬菜的话 它要的水比较多 再自己打个水底 电的话应该几公里呢 我也可以拉过来的嘛 这个镇上面还有33年才到期 从今天开始算了 所以它就可以转让 也可以出租的 出租的价格呢 如果是只去种那些模艺啊 种药材或者种蔬菜 六天的那种 就是400块钱一米 不调位置 如果调位置 那价格就高一点 但是这个价格应该 防冻的意思呢 应该还可以谈一谈吧 可以谈一谈的话 价格可以低一点 现在这上面是长了好多杏树 你看 杏子的话都开始一点变色了 一点黄了 再过不了多久了就可以摘了 这边的是果树嘛 这里面是没人来的 从那个摘椅的城市呢 过来差不多有10公里左右 如果从起进呢 过来可以二三十公里吧 但是这个初期这条路啊 旁边就有村庄 很多年才见不到这种石头的房子 然后车就到这边 前面是路啊 这边就是树啊 这个树呢 差不多直径有十几公分 二十公分呢 它比较高嘛 它也可以卖的 如果是有需要呢 它也可以把这个树 它自己种的嘛 也可以卖出去的 那边还有一大片了 好了 大家觉得怎么办 我是帮帮找方当海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